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泵泵 欢迎收看本期的 这些常识 自古艳语有春风秋风 昼夜平分 从秋风这一天起 白天逐渐变短 黑夜变长 昼夜温差逐渐加大 幅度将高于10摄氏度以上 气温逐温下降 一天比一天冷 逐渐孵入神秋季节 秋风养生 吃什么 第一胡萝卜 胡萝卜的营养很全面 中医认为 胡萝卜具有下气补中 健脾化症 养肝明目等功效 胡萝卜对改善便秘很有帮助 新鲜的胡萝卜排毒效果也比较好 二 山药 山药含有蛋白质 糖类 纹收素等人体不可缺少的 无脊炎和微量元素 中医认为 山药具有补皮养胃 补肺一肾的功效 可用于治疗皮须酒性 慢性肠炎 胃炎等症状 秋风时 吃山药可暖身养胃 不失为老少皆宜 物美价廉的滋补品 三 莴笋 莴笋能改善消化系统功能 其味道清新 滤带苦味 可刺激消化酶分泌 增进食欲 莴笋中含有大量的纤维素 能够促进人体的长臂蠕动 防止便秘 四 红薯 红薯含有丰富的淀粉 维生素 纤维素等人体必须的营养成分 还含有丰富的铃 磷 钙等矿物元素 和亚油酸等 这些物质能保持血管弹性 对防止便秘 十分有效 五 南瓜 南瓜富含碳水化合物 果胶 可保护胃肠的黏膜 免受粗糙食物刺激 丰富的维生素和钙 磷等成分 是健胃消食高手 秋芬是吃南瓜的黄金石结 它烹饪简单 蒸食 煮粥或煲汤 都是可以的 好了朋友们 感谢关注这次常识 了解更多常识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